保岛报道我来报告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赖岳谦 最近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阻拦和警告 执意的要派搭载这些违规建材的船只 要硬闯这个仁爱交海域 然后被中方依法拦堵之后 美国呢就无端的指责 中方正当的合法的海上维权执法的这些行动 还重申说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 我们来分析一下事情的始末 菲律宾在1999年 而且是在美国故意的去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隔了两天菲律宾的这一艘破坦克船就坐摊在仁爱交了 当时中国一方面在处理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 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菲律宾就利用这个机会坐摊以后 中国继续跟他斡旋 跟菲律宾斡斡 菲律宾当时说他愿意把他拖走 结果一拖再拖 这一拖就拖了二十几年 现在菲律宾人公然说谎 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要把这个坦克船拖走 你非法的停在那个地方 你不拖走是什么意思 现在还敢公然撒谎 那在这次8月5号就发生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他们想把建筑的材料要送上去 中国当然不同意 菲律宾的这样的目的是要长期在那边驻守了 而中方已经多次的要菲律宾把他拖走 那菲律宾非但不听 而且还要准备长期驻守在那个地方 中国当然不会让菲律宾如愿以偿 中国的船这么大 菲律宾船那么小 那如果一旦插撞怎么办呢 那因此中国这次就采用水柱把它驱离走 由于菲律宾认为他跟美国签有防务条约 美国人一直在告诉菲律宾 说我对你的承诺坚坐盘石 而且你去坐 我美国人一定支持你 所以菲律宾想说由美国人当靠山 美国人说我跟你要建立联合巡逻 然后我们来巡逻这个海域 菲律宾人觉得美国人可以靠 他就胆子大了 所以跟中国来的这么一招的时候 他就拍摄 录影完了以后就公布 结果中国公布的录影的时间更长 就直接推翻了菲律宾的指控 也就是中国确实是很有节制 如果中国没有节制 早就把你的船吹翻了 把你的人吹到海里面 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节制 所以没有发生这些事件 那美国的国务卿 就不分是非黑红但照白 就直接谴责中国大陆 中国就提醒你 1945年的时候 我们对于南海岛礁的说服 包括仁爱礁 怎么你美国今天又改口了呢 你怎么可以是这样的一个言而无信 而且国际法可以让你这样操诺吗 美国人还重申 说他跟菲律宾有共同防御条约 可是问题就是 你跟菲律宾签什么条约是你跟菲律宾的事 你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你就没有资格射入 我管你跟菲律宾签什么条约 你不是南海的域内国家 你就没有资格来插手 你要插手我们就试看看 所以现在中国这样喷水柱 其实就在考验美国 考验你美国敢射入 射入到什么程度 其实不要忘了 中国的海警船这次在执法的时候 中国的军舰在旁边做维护安全的工作 如果美国的军舰过来 中国的军舰绝对跟他直接对视驱离走 如果美国的海岸巡防署来的话 中国的海警船一定照样把他驱离走 我们在看的就是 你美国敢插手敢插到什么程度 准备要干架吗 你敢干架吗 美国插手的目的 就是要挑动中国用武力的方法 强制把他拖走 这样的话 美国就可以在国际理论上 在区域内挑动更多的国家 说你看中国就是南海的霸权 中国用这种武力的行为 用野蛮的行为来去做这个事 然后美国人就会鼓动 东盟的国家来反对中国 这就是美国的目的 他什么就是 他在香港对中国的目标